最近SC Payment添加了中国作为可以支持的国家 之前因为SC Payment没有中国的原因 大批的中国店铺纷纷被封 那么SC Payment添加了中国之后 是不是代表中国卖家又可以重新注册了呢 那么这个消息一出之后 很多美国的卖家都很惊恐 中国的卖家又很兴奋 出于好奇我走了一遍注册的流程 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之后 我们首先需要选店铺的语言 店铺国家 注意这里是可以选择中国的 但是店铺货币这里是没有人民币的 但是有港币也有台币 接下来我随便起了个店铺的名字 然后走到下一步 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选你的收款银行的地址 那么重点来了 在收款银行地址的选项里面呢 是没有中国的 但是有香港 那么在这里我假设选择香港 作为我们的店铺 看看需要填什么信息 主要就是银行的地址 还有你的银行账号 还有你公司的地址等等 那么我看了官方的文档上说 目前的SEE收款渠道 在中国的店铺来说是跟派安宁合作的 按照官方文档上说的是 只要你有派安宁的账号和SEE的账号关联 你就可以收款了 根据刚刚我们走的新注册卖家的流程来看 看来新注册中国卖家还不能成功的去注册 但是旧的中国店铺 已经是可以用上SEE payment去正常收款了 那么至于将来 SEE会不会真正的重新开放中国卖家注册 我并不确定 不过至少目前来看 是有这个希望的 如果你已经有了SEE店铺 想知道如何避免SEE店铺被封 那么请关注我的频道 下一期我将分享我作为SEE老卖家 并且是Top0.1%卖家的一些经验 去分享如何避免你的店铺被封的一个详细的攻略 那么我们下一期再见咯 拜拜